HELLO 各位親朋友好友大家好 可不可以大家把你的注意力放回台上先 今晚我們的婚宴即將就會開始了 大家自我介紹先 我是今晚的詩儀Gary黃經緯 大家好 Thank you 多謝大家的掌聲 今天是6月23號 就是Sanis和Alex的大日子 大家試想一下 要找到屬於自己的終生伴侶 其實一點都不簡單 要在茫茫人海當中 找一個人包容自己 會照顧自己 甚至乎是愛自己 包括自己的缺點 你想一下多麼困難 不過今晚的男主角女主角 他們都做得到 找到屬於自己的一生最愛 剛才大概在7點鐘的時間 他們進行了一個正婚的儀式 當中對Sanis作出宣誓 和爸爸媽媽都有參與 一起簽名 去確實他們的婚姻 還有 剛才有些提前到現場的賓客 都有參與過過程的 雖然是一個很簡單的儀式 但是對於一對世人來說 是非常之有意義 和很難忘寶貴的時刻 剛才有些賓客有參與到 但是現在這個時間 我們才齊人 我們總共有28位的賓客 即是說都有超過300人 如果這個時間 我們一起 為一對世人送上祝福的話 我相信是一件非常之感動 和震動的事來的 好了不如這樣吧 我在台上就說甜甜蜜蜜 大家就一齊和應 豬聯碧合 為一對世人送上祝福了好嗎 我Gary在這裡 和所有的在座賓客 祝Sanis和Alex 甜甜蜜蜜 豬聯碧合 大聲一點祝他們 甜甜蜜蜜 豬聯碧合 Yeah 非常好 多謝大家 見大家都算是挺合作 這個時間就要 送兩封禮事給大家 現今禮事 誰想要 請舉手 哪裡 咦 我見到這位女士舉得很快 對吧 這位女士可以上來了 是呀是呀 沒錯是你 給她一點掌聲好嗎 Yeah 她的反應都很快 你來來來 上來先 不要這麼快 遞手先拿禮事 禮事就在這裡 不過要先問問問 你怎樣稱呼 阿婷 阿婷你認識新郎還是新娘子 新郎 新郎你跟她有什麼關係 嘩 很複雜 嘩 小心點 不要亂說 有多複雜 先過來聽聽 男朋友的表弟 男朋友的表弟 新郎哥男朋友的表弟 好 明白啦 明白啦 清楚啦 原來是這樣 即是跟新郎哥也有一個很密切的關係 好了我選你 他們的愛情故事當中其實有一位紅娘 我給你三個選擇 A就是她的表姐 B就是愛婦 C就是堂阿哥 愛婦?給你一次機會 其實愛婦是對的 我給你掌聲一下 沒錯,是愛婦大人 是你的 謝謝你的參與 想不到他們的愛情故事紅娘就是愛婦大人 來得多麼直接、多麼甜 剛才那封禮事就只停有 但手上這份小禮物在場每位奔客都會有 是兩桶的萬樂珠 承相承對 希望大家都可以一樣歡樂、開心 上面印了一對新人的很漂亮的結婚相 目的就是想大家記住 今天是他們的大日子 希望跟大家分享同一份甜蜜 同一份浪漫 這個時間有一對新人的成長片段送給大家 請大家細心欣賞